種植物 就催財 伏位就放大園石春 就旺仁客 旺仁丁 旺元公 空位就放葫蘆 化病 化膠 財位就放前箱 和大葉植物 聚財 我想这四样东西 放到观众全部都会懂 你们确实会懂 其实所谓风水就没有化效 有风情识 其实每一次看风水 都是找几空位置放一样的东西 我刚才计算了榴莲图 因为今年就是三日中 我们榴莲图怎么计算呢 我们计算门口在什么位置 原来门口来说就在正蓝位 蓝就是今年七到门 其实都不是太差的 因为八是财星 七就是过气的旺星 五黄就在正西 二黑就在东南 它那个正西就是这个位置 五黄 然后二黑东南这个位置 今年五黄到门口来说就容易病了 这个五黄的位置 我们可以放一个灰色的地毡 地毡底就可以放一个铜片 或者如果你有的就放六个铝黄头五毛指 黏在地毡底 打横四个上一个铝黄头向上 这个都是法解五黄的 因为铺铛如果五黄到一些人 万一在一个小门口进来的时候 就会容易吵架了 因为五黄除了疾病之外 五黄又是灾星 又是吵架的 所以不一定只是说病的 家里面的人就自己病了 那这些流动性的地方 原来那些客人会走进来 他来买一次食物不会病的 原来就变了反为灾星病星 吵架星就最坏的 因为五黄是廉精 廉精火 火气一重就吵架了 所以这个化了这个吵架位 接着再把这个布局 看看行不行 其实我就顶着这间铺 就想其实就是保住那些员工的 其实我自己的心都想问 就是那些钱 另外在其他地方开了一间的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 因为计过你个人未行完运 那还可以进彩 因为短期内 04至09属金属水的 原来061年突然间属火的 那你的命令 原来06年来说 就可以短期内进攻的 另外我就想问一下 即使我这样做法 可不可以保得住我旧时间的铺呢 不一定可以的了 你知道做生意的东西 最重要就是 有得上你就做 没得上的你就立刻转 比如你看香港的潮流 你去旺角看看就知道了 今天就卖蛋撻 明天就卖雪糕 后又说卖蛋糕 那你如果不转呢 你捱着我要卖蛋糕 原来潮流人家转了几次 你的蛋糕就卖不成功了 就等于你现在屯门这区了 其实你的生产又没有变过 你的装修又没有变过 那应该地运就没有变过 但现在你说整个区 它人流都少了 对不对 那你人流少了 其实你那边不会少人住了 住就一样这么多人 其实问题是 那些人不在这一区消费 他去了河的另一边 转了地运了 因为你20年 所以你要试试在河的另一边 找不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铺位 可以开多档试一试 那你就可以分散那些员工 因为你不够生意 那么多人都没用 好,那梁小姐 或者考虑一下装饰断肥 在屯门市中心另起路做来 好,那各位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有,师傅我想问 其实看铺、看窄和看写字楼 都是用这个八窄的计划证 用八窄来布局 无论是任何地方都是的 但其实再深入一点 我们要起飞升 算过飞升了就算过榴莲升 不过飞升太深了 看有没有机会教你们 师傅,那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说两个门口 这样就算多出入那个 没错,没错 如果我看花圆洋房 就算花圆的门口 但是我画八窄的时候 画那九格 我算不算花圆或者车房 不算 全部是算室内的位置 随着不透气 不透气才看 没错 车房那些不用看 不用计 车房要拉门的 拉门那些你就算 露天的你就不计 比如花圆 仰森理那些位置 不用计 除非你做玻璃屋 随着屋子就扩大了九格 但如果做了玻璃屋里面 是种花的那些呢 也计的 总之你是室内 总之不透气就要 不透气就计 透气就不计 很容易 这个没有问错的 师傅我想问一下 现在很流行楼上铺 一两层高那些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呢 一两层高 和一层有什么分别 你又不是我 等于我们经常说 一层楼和五层楼有什么分别 我想问一下 因为有时候很多现在 做楼上铺就要整天做地玻璃 没错 我们经常看到马路那些 会不会有关系 那你就要特别留意 有没有煞气 那些要特别留意 特别认的 如果很沖过来 它就特别好得快 比如马路走的 就特别坏得快 走就叫扯水 沖过来就叫离财 但是要懂得收才是吧 懂得了 你学到现在 但如果那间铺很小的话 也不可以 你想好办法 想到可以为止 好 师傅 如果它做了落地玻璃的楼上铺 门口对着落地玻璃 虽然它没有窗 那是否留财 不怕,做新的 怕什么是留财 最怕是找不到钱 最怕是没有客人 好,我们下一段回来 继续会解答观众的家居风水问题 因为我们经常说 一命二运三风水 如果你命中有潜在的问题 如果你再加上风水是坏的 它会将问题扩大和加速发生 欢迎继续收看《风生水器蒸6班》 不如我们马上看看 这位家庭观众的个案 徐先生在八六年 买入大埔安布里附近某个居屋 他太太九三年嫁给他 入住这间屋之后 先后做过四次苦科手术 今年过年,他朋友到访说 他们的屋是开刀甲 再不搬,女主人会不断生楼开刀 令他太太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 对,陈先生,你好,我是吴文欣 是,吴小姐,你好 旁边有苏师傅 你好 是,徐先生 听闻你太太已经做了第四次手术了 是,刚刚刚的情况如何 我刚刚的礼拜前做好了 回来两个星期左右 那是否他搬进来才是这样的 而你又什么事都没有 我就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他自从结婚搬进来十年左右 都做了几次手术 最近一次都很大手术 苏师傅,其实会不会真的有开刀屋 我自己研究过,研究他这间屋 因为我们看风水来说 如果研究飞升,我有六七胶剑刹 六七胶剑刹是真的讲损伤手术 所以你看过今次他图复杂了 为何终于多了这么多数字 因为我听到徐先生说 有人说他这间人开刀屋,我特意计 就完全计不了出来 原来你六七胶剑刹在门口 就叫开刀屋 那这个屋没有这个情况出现 那你马上看片子 看看他的屋是什么事 好…看会不会真的像开刀屋 开门对长走廊 长走廊在旁边而已,没问题 开门对窗口 窗口对门口,这个楼材你挡住了 没问题了 最正常的,放平方或高多月值 也对,又够高 外面停车场没问题,像松高而已 对钱有帮助 狮子可以用来挡杀,但外面没挡 客听来说,灯没什么所谓 多多头,不用理 不像针子插进来,插着自己就可以了 全部尖向上,没问题 这个是水中植物 应该放在门口旁边 没错,水中植物放在那个位置 没什么吹材的作用 电视没问题,正常上面有个吊掛钟 厨房就卡住一点点 厨房的灶和水龙头基本上都没问题 因为一般家庭都这样放的 问题不是在厨房的灶的摆位 最主要的问题是厨房对厕所 还有那个灶位 有机会在我们计算的飞升五黄位 厨房对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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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黃 淺黃是中性的, 也對 停車場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因為距離很遠 鏡子沒有對床, 也沒有對門 梳中, 主人房梳中桌也沒有問題 鏡子完全沒事 如果是廚房, 就是廁所 對, 應該暫時看最大的問題 一個問題就夠了 大門是五鬼 大門五鬼可以化解, 只是吵架 也是加個病 廚房沒什麼特別 看出去也是這個停車場, 沒事 對, 所有問題都知道了 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廚房對廁所 對, 這個很大問題 是 我首先找到你的房間的根孔位置 好… 因為你的房間大門向西 原來大門向西, 那個五鬼在西北 原來大門可以在西北位置 變成五鬼到門 原來五鬼很差 叫喀糕位、病位、背鑊位 所以又特別不理身體 以及不理人丁、人緣、人事的東西 重要, 原來天衣財位 就在那個廁所 你也挺棘手的 因為五鬼在大門 就財位在廁所 原來財位在廁所 你就漏財了